今天我们要来示范怎么样子用ATERRA的Quartus 2来看电路合成之后的结果 并且我们要看一些合成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那这些不好的状况我们该怎么避免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已经测试过的几个范例 第一个范例是我们用来设计多工器就是Muse 多工器的一种典型的写法是采用Case的方式来写 那这个Case的方式写呢 我们会看到我们把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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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Case如果都写了 但是最后一个我们是用DeepVault 而不是直接写11的话 那这样子它所做出来的电路图 我们用ATERRA的Quartus 2的RTL Viewer去检视 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电路 那这个电路看起来不错 因为它其实又简单又完整 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把这里拿掉 比如说原本的Default拿掉 那这样就留下了一个洞 那这个有空洞的程式呢 我们按下Start Compilation之后 我们的讯息列就会多了一些警告 那这些警告呢 OK 最后产生出来的结果 会多了一个Lash 那这是 这是蛮重要的 因为Muse多工器 基本上是一个组合电路 但是呢它跑出了多了一个Lash之后 就代表说它变成一个状态机了 那这个有状态机的组合电路 那这个状态呢 又照理讲不应该存在的 这时候 这个状态可能会导致后续很多问题 有些是比如说合成的时候浪费电路 但是有些是莫名其妙 当它落到一个奇怪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电路是否还能完整正常的运作呢 这会是个大问题 同样的 如果我们不要用Cas来写 我们敢用If来写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完整的用If Else If Else 来封闭它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的结果 会是像这样的电路 那这个电路虽然没有刚刚的漂亮 但是基本上它用EQ的方式来做比较 然后最后用这个选择来做输出 看起来其实虽然不够漂亮 但是也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电路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If上面 在这个If上面 我们最后一个不要用Else 而是用Else if 那也就是说呢 Else if完之后 其实我们没有把它封闭 再用Else封闭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因为这个Else if 虽然它已经涵盖了四种Cas 可是它最后没有加上Else的结果 会导致它其实被合成工具认为 并没有完整的封闭 那于是呢 合成工具又加上了一个Lash 再加上了一个Lash 也就是说它又变成组合电路 又变成状态电路 那这个状态呢 就会导致有可能之后的某些情况 这个状态不对的时候 又会造成问题 所以 当我们用Vlog写程式的时候 务必要对Cas语法加上Default 然后对每一个If语法都要加上Else 这样子才能够形成封闭良好的程式 那接下来我就示范 用Quotes图来示范一下 那怎么样子去看这些程式对应的电路图 首先呢 我们把Quotes图打开 那我这边已经准备了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是在这个Vlog的Muse Map里面 那待会呢 我们Quotes图打开之后呢 那我要做的就是 把这四个点V档 通通都放到一个专案里面 然后再去跑合成 那便利按合成 OK 现在Quotes图已经出来 那我就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按下一步 那这时候我们选一下资料夹 那我刚刚的东西是放在滴槽 我放在滴槽的Vlog的里面 好这样子选好资料夹 我们的专案呢 就叫做Muse Map 那顶层的设计元件呢 基本上我们就叫做Muse就好 其实用Muse也不太对了 等一下我们会再重设 那不管 没关系我们先这样设 按下一步 好接下来呢 这个就先不加了 其实可以在现在加了 现在加一个Add Files 那我们就加进去好 加进去的时候 我们一样选刚刚的那四个档案 把这四个档案 通通都给加进去 好 那就按下一步 好 那我们必须要选 我们的FBJ的型号 但是由于我现在没有要连FBJ 所以其实型号并不是很重要 当然如果你又要连FBJ 的时候这个就很重要 那我就选一个 按下一步 好这些呢 Tour Settings 我们不需要太多 就直接这样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好OK 那就到了最后一步 按Finish 这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四个档案都进来 好 四个档案都进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ase 好 请注意我按右键的时候呢 这里会有一个Set as Top Level Entity 那这就是把它设成顶层元件 好 一定要有设顶层元件 那这样我们编译的时候 才 它才知道哪一个是我们真正要编译的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先试一下Start Analysis 好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程式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程式 是写的比较好 有加Deport的程式 好 那我们按Start Analysis 好 这时候 你会看到的是 好 它开始做分析了 那这个分析比较快 但是呢 这个分析分析完之后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看电路图的 好 那我们必须要加入 诶 这里已经有涂出来 我看一下 OK 诶 真的已经有涂出来 那照理讲 应该加上Compilation 诶 比较对 但是 既然它有涂出来 那就O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刚刚分析完之后呢 已经有涂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呢 其实是 是 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 我们看 再看一次 RTL Viewer 这个图 其实是还不错的 它的图是 是 蛮精简 而且 没有Lash 没有Lash 那所以它 还是组合电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 换一个 我们改成 Case No Deport 那我们把这个呢 Set as Top Level Entity 那这时候 接下来再按 Analyze Analysis 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 RTL Viewer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 哇 它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字 有点 够好 稍微放大一下 你可以看到 OK 这个是 RTL Viewer 看到的结果 而且这个是 使用Case 然后 但是呢 它没有完整的封闭 没有完整的封闭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 刚刚的 I0 I1 I2 都是有些Case 但是呢 我们刚把Default 拿掉了 也就是那个 I3 没有封闭 那于是 它这个 就多了一条 多工器 再借出来 然后接到 最后接到 这个Lash 那所以 这样的 结果 当然是不好的 因为它多了一个 暂存器 多了一个成本 但是呢 不只是这样 因为这个暂存器 是有状态 这个暂存位元 有状态 那这个状态呢 会导致 有可能会导致 输出上的问题 整个功能上面的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Eve Eve的案例 那一样 我们先把它设成 Top Level Entity 然后呢 再按一下 Analyze Synthesize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看 Tool裡面的 RTL Viewer 好 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OK 我们的 电路 虽然比刚刚 稍微复杂了一点 但是 请注意到 它没有Lash 也就是说 它还是组合电路 它虽然路径长了一点 但是呢 它还是组合电路 所以这个状况是OK的 但是 比起用Case而言 Case还是比较好 好 好 那 最后呢 我们就 把这个 Ls 本来我们刚刚那一格是 只写Ls 没有写这个Eve 但是 加上这个Eve 之后 虽然 我们四种Case都有写 但是呢 它跑合成的时候 却会多跑出一个Lash 因为这没有完整的封闭 好 所以呢 我们 就 再按一下 抱歉 我应该先Set as Top Level 好 先Set as Top Level 再按一下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OK Tool里面的RTL Viewer 好 你会看到 OK 这个电路呢 除了刚刚的这些以外 又多了一个Lash 而且这边呢 还要多了一个 O 那 那这个 除了电路浪费以外 这个状态 会导致一个 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所以 我们整个 示范 可以让大家清楚的看到 你在合成电路的时候 使用Eve 或者使用Case 请务必要把它所有的Case都封闭 也就是说 最后一定要加上Devote 或者是Eve 不要加上Ls 这样子 才是一个 比较好的写法 OK 那我们今天示范 就到此为止 那这就是我们 这一期的 程式人杂志里面的 文章 我们这个影片 也会放在里面 各位有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看看影片 来做对应的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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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